北京时间8月20日,日本知名媒体招致新闻报道,证实了日本南兰斯明国首。 在亚运会期间深着官方服装业界循环事件,日本奥委会JLC已经正式将四人从亚运代表团中出名并现送其回国。 日本代表团团长也向媒体透露了事件的具体细节,日本亚运代表团团长山下泰裕,在记者招待会上,正是此事并公开致歉。 非常遗憾,日本代表选手团中,有人违反了代表团成员每日行为规范,他们辜负了各位国民的期待。 对不起,山下泰裕这样说道,此次处罚决定是由日本奥委会JLC下达的。 被中亚运代表团中出名并立即回国的四名球员是永吉佑也27岁,来自京都,乔坂塔台23岁,来自大坂,佐藤琢磨23岁,来自滋贺,街村杂泰22岁,来自新县。 据透露,以上四名球员在8月16日对阵塔塔尔的比赛结束后,于当晚10点左右因为纠缠而离开了运动员村。 由于他们身穿了日本亚运代表团的官邦服装,因此被当地相关的日本服务人员招呼,并向其介绍了有女性接待客人的场所。 之后,他们四人便各自带着女性前往酒店,直到17日凌晨,才回到了运动员村。 目前这四名球员却被取消了亚运规层赛资格,并被要求返回国内。 日本男篮将只剩下8名球员出阵剩余的亚运男篮赛事。 山下泰玉表示,希望通过这次世界能够这地贯测行动规范,让运动员们树立起团队意识和荣誉感。